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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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一同研究學科 在我身邊的五個學牧師 Asa長老和Kurtis長老 今天我們研究的題目 就是違反律法的精神 在我們開始之前 我們先做一個祈禱 慈愛父神感謝你 給我們有機會在這裏 和大家一起研究學科 願你的聖靈與我們同在 使我們所講的 多能夠榮耀天父 以上討告奉靠主耶穌基督 聖命祈求誠心所願 今天我們研究這個題目 就是違反律法的精神 至古至今 我們人類都在財富貧窮的問題上 有很多爭論 有時候我們看到 財富的差距 有人就說 我天生就是富有的了 我含著金鑰匙出世的 我的祖宗留下給我的財產 無話可說 但是有些人就說 我盡了這麽大的努力 所得來的就是這麽少 你坐在這裏 就擁有這麽多 不公平 甚至乎有些人說 我厲害 我有聰明 我懂得賺錢 我做生意 或者我發明一些東西 拿到專利 所以就抵我發達的 有些人就說 我同樣都很聰明 我亦都很努力 不過 我生長在不同的國家 那個地區 是貧窮的 所以導致我這麽貧窮 不公平 這些問題 經常在不同的世界各地 都會出現 耶穌曾經說過 上有窮人和你們同在 這句記載在馬達福音 二十六章十一節 是否因為 經常有窮人和他們在一起 所以他們都不需要太過戒懷 也不需要理他們 經常都有 是否這樣 原來不是 聖經分析我們 所有基督的跟從者 他的門徒 我們要盡自己的一份力量 去幫助那些貧窮的人 如果不是 我們就不應該說自己是基督徒 因為基督是充滿了愛的 耶穌曾經稱讚那個窮寡婦 他捐了兩個小錢 耶穌就對那幫門徒說 他捐的比眾人的都多 由這件事我們看到 耶穌是看我們的內心 不是看我們所看到的表面的價值 我們去幫助人 是出於基督的愛的精神 是出於真心實意 同樣有些人就覺得 這一幫秘魯的猶太人 亡國的人 今天他們回到耶路撒冷重建 正所謂什麼 同事天涯淪落人 應該同舟共濟的 但是想不到 這個貧窮的問題 這個財富的問題 仍然在他們當中 引起了很大的爭拗 問題就不是由於那些貧窮的人 他們有所怨言 乃是那幫擁有比較多財富 比較多資源的 這一幫富有的猶太人 他們回到耶路撒冷重建的時候 看到大部分的那些貧窮的猶太人的時候 他們不單止沒有施以援手 還去欺壓他們 在這個問題上面 他們覺得沒有問題 因為我有錢 他們窮 所以 我應該高高在上 甚至乎 他們還拿出 人定的典章、律例 是呀 你都說 我欺壓他們 不是欺壓 我根據那些典章、律法 去處理他們 他們 他欠我錢 就要還 不單要還 還要加上利息 天公地道 我還沒有 殊不知 他們就將這些 人所定的律法 就作為藉口 作為藉口 而是不去 周制他們 這件事 是非常之不對的 我們又看到 尼希米 他也面對過這些問題 本來他帶著這群人回去重建耶路撒冷 但是這群人欺壓窮人 當然我說的是少數權貴有錢的人 還有他們還搬出律法作為藉口 其實他們沒有把上帝的律法放在心裡 你以人的律法當然你可以拿他的利息 要他還錢 但是當他們沒有錢還很貧窮的時候 上帝怎樣說 上帝說我們要周濟他們 有能力的要幫助那些沒有能力的 所以當尼希米見到這事情的時候 他心裡是非常難過的 但是他沒有因此而放棄 我們看看今天的全心節 就記載在尼希米記的第五章第十一節 如今我勸你們將他們的田地 葡萄園、橄欖園、房屋 並向他們所取的銀錢、糧食、新酒和油 百分之一的利息都歸還給他們 好 關於這個問題 我又想請一下五牧師 為我們再詳細地解釋一下 在尼希米記那邊 一開始第五章 你就會記載到 就像阿芬胡思所說的 就是當時有很多的迷怨 我回想一下 當我看這一章的時候 尤其是我們今個星期的學課的時候 我真的得到很大的幫助 因為尼希米真的不簡單 我們上一課才研究到 他們怎樣在反對的力量裡面 反對的勢力裡面 他們可以建立耶路山 他們的家鄉 在這個時候 還有這個社會的問題 即食宿問題 生活等等之類的事情 所以對尼希米來說 都是不簡單 所以你有這個問題的時候 當然我也不會驚訝 因為他們回到去 剛才要開始這個新的一個社會 新的一個生活的時候 會遭遇到 但是我很感恩的是 這位尼希米的領袖 他願意去面對 去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這些迷怨 當時來到尼希米這裡的時候 有什麼呢 很多人向尼希米 就迷怨到他們沒有糧食 給弟弟哥吃 我們知道這些小孩 就是我們未來的動量 沒有東西吃的話 真的是很大的問題 尤其是我們處於香港 沒有東西吃 真的很難想像 因為我們香港 有很多這些衛星的小城市 買東西是很方便的 甚至今天就在網上購買 甚至有送外賣 但是看到當時 回到去的時候 他們建立了他們的新的家鄉 建立了新的聖殿 這個時候是要面對的 既然有小孩沒有糧食 甚至是因為有饑荒的嚴固 有些人就要把自己的產業去抵押 再來的話 他們還要立稅 這個立稅是很正常的 我們在現金的生活裡面 每個人有工作 我們都要立稅 所以他們就要立稅 每年 這裡聖經跟我們記載 學課都有寫 他們每年都要交350 他連得要統治他們的政權 就是波斯國的政府 這個國父那邊他們要交 如果他們沒有錢交稅的時候 當然他們可以借錢交稅 再來的話 他們都可以打壓自己的產業 如果再沒有的時候 就會怎樣呢 打壓一年的時候 你這樣沒有的話 你可以剛才我所說的借錢 打壓 如果來到第二年的時候 你有沒有錢借 有沒有打壓的時候 要怎樣做呢 接下來就是當時我們看到 在舊約裡面有的 就是這些奴隸的制度 你就要去做一些事情 就是做奴隸 通常很多時候 家庭就會把自己的小孩 推出去做奴隸 還債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些所有的問題 發生在當時 他們剛剛回來所建立的 新的社會裡 真是很慘 但是 尼希米 勸面 我們在後面的時候 待會我們都會看到 尼希米怎樣去面對解決這個問題 從昔日 我們看到這些埋怨裡面 今天我們都能夠警惕到我們 尤其是我們今天 活在這個物質很豐富 甚至很多時候 這些物質對我們來說 是一個引誘 有一次在網上 我看到 有報告 當這個iPhone 要出來的時候 有些人 甚至去埋伏自己的 身體的器官 就為了一部手記 真是很可惜 若我真是明白 聖經的道理 我們可以看到 上帝如何珍惜我們的身體 聖經也提到 我們的身體是聖靈的電 我們可以看到 上帝所給我們 這些是很寶貴的 這些是沒有其他零件可以取代的 是唯一的 是唯一的 所以看到新聞的時候 也很難過 還有一件事 我相信 在這個社會裏 當每個人要成立一個新的家庭的時候 經濟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假如處理得不好的時候 家庭裏面很常有埋怨 埋怨就會帶來很多的心病 甚至後面 再下去 我們說得很嚴重的時候 就會診效 甚至家庭破裂離婚的收場 我們看到離婚率 在現今的世代裏面 是每天有家務感 所以因此的時候 我們真的要很小心 求上帝給我們 能夠有智慧 能夠去處理我們自己的財物 除此之外 我們都求上帝幫助我們 以至我們有智慧處理之外 我們都能夠 將屬於上帝 歸還奔給上帝 能夠是其他有需要的 教會有需要的 我們雖然沒有辦法完全幫助 但是我們都可以幫助 盡我們社會的力量 或者我們看到社會裏面 有其他機構的需要 我們都可以處理 所以這個經驗的確是給我們 一個很大的幫助和教訓 其實是的 在我們的人生裡 我們一定會面對經濟的問題 不過剛才五牧師說得很好的一件事 就是到底那個人 為了得到一部iPhone 而賣他的器官 他這個做法 他有沒有想清楚 其實這個iPhone 是我想要還是我需要 現在在現實社會裏面 很多時候我們遇到這個 經濟上的壓力 很多時候都是因為我想要 而多於我需要 首先我們要搞清楚 到底這個需要 是什麼類型的需要 我就不說我想要的問題 我現在說實際一點 我真的需要 如果講到這個問題 如果講到聖經裏面的教訓 自然就會想到 耶穌在福山裏面所講到的 就是記載在第六章 馬太福音第六章和第七章那裡 這裡很清楚的講到 我不會全部讀給大家聽 但我拿了幾節來講 首先第25節那裡怎麼說呢 他說 所以我告訴你們 不要為生命憂慮吃什麼 喝什麼 為身體憂慮穿什麼 生命不勝於飲食摩 身體不勝於衣償摩 這裡就先叫我們 搞定了你這個是需要還是想要 接著就一直在講 就是譬如你看天上的鳥仔 他們也不種也不耕 但是又不會餓 然後野地的花 雖然是這麼短暫 不過一樣是這麼美麗 這裡一直到達 我想說的是三十一節 他說 所以不要憂慮說 吃什麼 喝什麼 穿什麼 者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們須用的這一切東西 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 首先我們要留意一件事 我們的需要 上帝已經知道 上帝知道 接著再講一句 就是三十四節那裡講到 不要為明天憂慮 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 一天的難處 一天當就夠了 第七章 接著他們教我們祈禱 教完我們祈禱之後 就說 第七章十一節說 你們雖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 何況你們在天上的父 豈不更把好東西給求他的人魔 我們看到這裡就是 上帝祂知道和關心 祂關心 祂會把最好的東西給祂的子女 這就是一個頗理論 大家都知道的 實際生活上 我們又會怎樣看這個教訓 大家很清楚 都會聽過很多次 關於穆迪 在英國開孤兒園的人 我記得有一個故事 當他們有一次 完全沒有食物的時候 早上早餐 工作人員都不知道怎樣做的時候 穆迪就招聚大家 照常坐在桌上 然後他便開始借飯 其實大家的桌上 甚麼食物都沒有 但是他便開始感謝上帝 祈禱後便有人敲門送麵包來 其實這是真正的信靠 其實他怎樣可以培養這些信靠 當然不是一次過 就是慢慢來 我們在日常的生活裡 逐少逐少去祈求 逐少去體驗 但是也還有一個前提 另外一個故事 就是有一個人 他很忠心的比十分一 因為聖經說 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上帝就會躺開天上的窗戶 把腹傾降下來 他很忠心的比十分一 然後每一次看到別人有需要的時候 他都會拿些錢出來 然後他自己都不是很多錢的時候 他有一個朋友就跟他說一句說話 他說不知為甚麼 我看到有件事就是 每次當你沒有錢的時候 就會有舊錢出現給你 其實上帝慶福給我們 我們都要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要做回我份內的事 我份內的事是甚麼呢 我要尊榮上帝 因為我交十分一是代表甚麼意思呢 是代表我感謝上帝 給我有衣有食 如果我們時刻傳這一種感謝的時候 我們會提醒我們自己 上帝是關心我們的 上帝是信實的 然後我們將上帝放在第一位之後 還有一件事我們需要做的 就是雅各書裡面所說到的 我們要照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 這是代表甚麼呢 大家都沒有了 不過如果我看到別人比我更需要的時候 我願意將我正如的那些拿出來 其實這又代表甚麼呢 代表我對上帝有信心 因為為甚麼 當聖經這樣叫我們做的時候 上帝就說你的眼目不要看自己的問題 你望我的大能 望我叫你做的事 你看見別人的時候 你看見我 你看見我 你也知道我的大能和我的慈愛 所以這裏就是 如果我們事實上 個個都會經歷經濟上的困難 但是如果我們眼睛只望困難的時候 我們永遠都不會解決到困難 但是我們仰望上帝的時候 上帝是會為我們解決困難 我們也看到尼希米 就是上帝的仆人 他真的是一個解決困難的人 他之所以有能力解決困難 就是因為他充滿著上帝的愛 也是忠心的上帝的工作 所以我們看到尼希米這位領導者 當他看到自己的子民 這群猶太人 這群權貴的猶太人 欺壓那些貧窮的人的時候 他甚至乎發怒 相信尼希米也是一個很有耐性的人 為什麼導致他發怒呢 我們請Kurtis長老為我們解釋一下 我們或者先代入一下 當時回歸那群猶太人 他們本來已經是住在外邦的地方 但是回歸回去要興建聖殿 和興建聖城的城牆 就是要建成的時候 那群人的心態是怎樣 我住在外邦這麼長的時間 我突然間要回去 我打算回去三個月 不是的了 回去就直接移民了 你要怎樣移民法呢 當然是把我能夠所有的 帶走的金銀財寶 我的所有誓願 我的所有家人 就是能夠有多少 就拿多少回去的 於是就有些不同的 就是各個人 大家所拿的財富有多少呢 就不一定是相同的了 有些人會有錢多些 有些人會有錢少些 有些人本來都是權貴 有些本來就是戰民 正所謂如果組隊打球的話 常常講笑的就是 你不派有超強對手 但是他派了諸一般的隊友 拖你後腿 我們一起去做一個目標 這個目標就是建成 就是要起聖殿 就是要服侍上帝 要起城牆 這個目標要怎樣做呢 如果你只是按目標為本的話 只要起好聖殿就可以了 或者只要起好城牆就可以了 不需要在聖殿裏面有人敬拜上帝 不需要有人在城牆裏面 成為一個國家的人民的話 我們就可以考慮用下棋的方法 棄居補稅 誰沒什麼用的就淘汰他 然後就留下那些有價值的在 就是用這樣的方法來做 而且我們大家一起回去的時候 這個人總是拖我後腿的 他總是沒什麼用的 然後他做兩下就沒力了 他就要吃飯了 其實你那小時吃飯的 為什麼他這麼弱的 我們每個人都托十塊石 他一塊就壓扁了 然後還要幫他療傷 算了吧 這個是一個豬搬的隊友 碰到神級對手也沒關係 但是碰到豬級的隊友的話 我可以怎樣重建這個聖城呢 於是影響下來頗深遠 但是問題也是發生在這裏 而尼希米就叫他們 就說你們要互相幫助 要互相好好的對待 他甚至發怒就說 你們要借錢給你那些窮人的partner 不要收利息才行的 然後他們做了奴隸 然後你又不要放他 然後就洗死他 其實聖經也有說到 如果做了奴隸 隔了多少年 就要放他歸還給 讓他放他有自由 如果他不願意離開 他就是要服侍主人 那你又有其他儀式 就是要顯示 是他自己不願意走 他真的要服侍你的 聖經是有這樣的教導的 一直都有的 並不是說 不是說上帝說 他鼓吹要有奴隸制度 以及要怎樣怎樣 但是人發展出來 就碰到這些 這些豬本的難題的時候 都是因為財富不均 然後事情做得不好 於是就變成就是 他不要虧待我 我要怎樣做 他要借我的錢 他要收多少的利息 但是尼希米 就要他們說 我們現在一起 這麼辛苦 才在外邦 回來這裡 有同一個任務 要建這個聖城的話 你們好不要用外邦人的那套 回來這裡 甚至 甚至 上帝給的那個 戒命就說 你要收多少利息 你不要收得不行 這樣說 其實是有些強人所難的 但是 如果這個是弟兄的話 那就不一樣了 如果這個是你的家人的話 那就不一樣了 你會不會 我媽媽和我借錢 我要和媽媽收回利息呢 你是不會的 你兒子欠了你什麼 然後你要欠債還錢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借錢給人 都不是真的想人還的 中國人都說一句 私恩莫忘報 你私比手是更為有福 既然大家是同一個組隊 要做同一件事的話 你就不要轉這些 這個叫做法律 譬如他 他缺少了些什麼 然後我們就說 好吧我為你討告 願你穿得暖 吃得飽 然後你就平平安安去 就是他不要生意幫他 那麼耶穌都說 你這樣的討告 是不是得蒙主的月納呢 不是啦 你希望他穿得亂吃得飽 你其實有錢可以幫他的 但是你就按住自己的口號包 就死命都不要伸手來支援的話 那你這個討告呢 都是可憎的 這樣的嘛 在這樣的情況下 雖然你看到他有缺欠 那你算不算是說你見死不救呢 老實說嚴格來說 我是沒有干犯這個罪惡的 就是我沒有犯罪 不過我是干犯了這個律法的精神 因為我看到他有需要 他叫我不幫 我見死不救 我當是沒有見到 就是 你最多都是見死不救 見死不救和殺人罪 是兩回事來的嘛 情況是一樣 我雖然是沒有犯這個律法 但是我還是違反了律法的精神 所以 尼希敏呢 看到我們這一幫人一起去 重建這個聖殿的時候 就是自己顧著自己的錢包 然後你誰有需要的時候 不要管他 踩他兩腳 然後就不是要以一個團隊 來服侍上帝為行 所以尼希敏呢 就要犯惡了 非常之好 其實這裡說到 然後呢 律法的精神 這件事其實都是幾闊的一個話題 而律法的精神 我們有時候有怎樣去判斷別人呢 因為為什麼呢 這是你看不到他的心 就很簡單 如果你叫我拿例子 我們說不可殺人這樣說 那麼耶穌已經說得很清楚 其實你是沒有殺他 但是我們中國人就說 對眼還是西人說 對眼都能夠殺人 你的目光已經殺了他 那麼耶穌說 你恨一個弟兄已經殺了 那麼就守安息日了 我們都叫做很乖的守安息日 但你怎麼知道我安息日下午做什麼呢 我安息日下午做什麼呢 我安息日下午在謀算 我一日落之後 我坐什麼車去哪裡吃東西 我一直在想這些 那其實我是不是等於 違背了律法的精神呢 其實重點就是 我們每做一件事 是否榮耀上帝的命 我這個心思意念 雖然沒有人看得到 但我是否在違背上帝的律法 就是看我是否把上帝放在第一位 有一個我自己都覺得 值得大家思考的就是 我們很多時候 看到我們的弟兄姊妹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本著一個善良的心 我們會指出她的錯 本來指出別人的錯 如果我說我去幫她 你可以說是對的 但問題就是 當你這樣 通常的人都會有一點反抗 我們用什麼態度去指出呢 當然如果我有理她沒有理 我當然是明正言順地告訴她她錯 甚至乎我會說 我發怒是異怒 因為她真的錯 但問題這個是 違背了一個什麼精神呢 我們說律法是愛神愛人 我這樣做 我是出於一個什麼態度 我是否真的愛她呢 如果我愛她 我想真正的情況 我應該會感受她的感受 去顧及到她有什麼感受 所以如果我是關心一個人 我估計 律法的精神應該是 教導我先去為她祈禱 先去讓聖靈 叫她知道她的錯 因為叫人知罪的不是我們 是聖靈 叫上帝的靈幫助她知道她的問題 然後如果上帝的聖靈 感動我們去跟她說的時候 我們以一種仁愛的態度 是大家如何改善 最終的目的 是榮耀上帝的名 如果我們本著這些處事 我想我們手起律法上來 會比較容易 沒有那麼容易干犯到 以及我們能夠高舉律法的精神 我們看到 高舉律法的精神是很重要 上帝就是愛 所以剛才Assa長所說的 你責備這個人 你是真的關心他 還是以自己站在一個道德高台上 來責備他 上帝要我們愛我們的弟兄 愛我們身邊的人 當然 遇到有困難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必須像尼希米一樣 勇敢地去面對 我們看到尼希米 當他聽到這一群貧窮的人 向他講出他們的苦況的時候 尼希米就向那群人說 那群有財富的人說 他們不可以這樣對他們的弟兄 應該是施以援手 但是這群人不是說 說說說他就聽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一些人犯錯 你指出的問題 他未必聽 身為一個領袖 有些人會這樣 總之這個問題 我已經說了 是他們不聽的 沒有負負 放下下來 算數 我盡了責任 你們的問題 我已經反映了 是否就是這樣 尼希米不是 他看到這個問題 他也針對這個問題 他也要勇敢地解決這個問題 你知道解決當時的問題 是不容易的 那群權貴都是有勢力的 如果你硬要解決這個問題 所謂在那些既得利益者 拿回他們的既得利益 來分給那些有需要的人 就會為自己是樹敵 帶來了很多的敵人 但是尼希米 他仍然要這樣做 在這裏我又想請暗牧師說一下 當時尼希米怎樣應對目前的情況 我們看看 當我們還未進入尼希米 我們看看我們今天所住的社會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 當政府宣佈某個地方 當有新的鐵路路線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那邊的屋價 就會立即升值 是嗎? 升值 有很多人在那邊 就開始投資等等 然後希望得到一個好的匯報 說真的他們都是一種投資 並且是合法的 是嗎? 但是回到聖經的時候 我們再看看 昔日當那些弗利賽人 來問耶穌 他說在戒命中 哪是最大的 最重要的呢? 耶穌跟他們說 你們應該要盡三盡二 盡聲愛你們的上帝 其次就是要愛人而己 所以我相信當尼希米移到這件事的時候 沒錯,他真的很生氣 因為他一心一意 希望能看到新重建的耶路撒冷和聖殿 能夠榮耀上帝 但是竟然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所以尼希米又不是私下跟你說 他反而就召集他們大家一起討論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是涉及到大家的 你有錢的也涉及到你 你沒有錢的也涉及到你 整個社會的問題 就來一起討論 這個就記載在尼希米集的第五章的七到十二節那邊 他們一齊來談的時候 尼希米集就說到 他說你們有沒有搞錯 既然這個政府很多時候 要把那些奴隸賣回來 即是熟回來 熟回來之後 你們在這裏就轉手 賣了我們的大兄去做奴隸 有沒有搞錯 這樣怎可以呢 甚至跟他們說到在尼希米集第五章第九節 他說你們行事不當敬歸我們的上帝嗎 不然難免我們的仇敵 外邦人會甚麼 毀綁我們 當外邦人看到我們回來的時候 我們一心一意回來要建立這個聖聖 這個聖殿 反而我們現在是黎黎亂 本來那些左右鄰居 敵人本來一直要陷害我們 現在他們都不知多高興,都不用我們出手 你們已經是自己搞不定了,互相殘失之類的事情 所以,你起碼再向他們呼求 在這個誤章的十節,可不可以面這些離析? 當你們有需要的時候,借給他們的時候 或者他們在困境的時候,你幫他們的時候 可不可以面這些離析? 當你起碼留了一條喉嚨,你都會給那些有錢的人 就算是收離析的話,可不可以只收他們百分之一就好? 以至你能夠關心到這些需要的人 更關心到我們剛剛回來,要重建上帝的社會 上帝的家園,我們可不可以大家一齊出手? 我們再看下去,我們會發現到 我相信,尼希米都沒有想到 本來以為就這樣招集這個大會的時候 可能就令到這些所謂富有的人 或者很難哭一下,或者不好意思 但是我相信這是聖令的感動 這些人怎樣呢?在這裡跟我們說得很清楚 他們願意照著尼希米所說的 就不去收取這些窮人他們提款的利息 以至你能夠關懷到他們 以至大家一起重建這個家園 所以我們看到是有困難的,但是上帝有他的方法 所以面對面有時候有什麼誤會 或者有什麼邁演都好 我相信我們需要面對面來談的話 就會更加有幫助 不要在這裡去猜忌 或者去想像 很多時候這個問題只是這麼小 但是當你去猜忌或者想像的時候 這個問題就更加大 因此我們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就是大家能夠坐下 能夠以上帝作為我們的中間人 以上帝的懷疑作為我們的準則 我相信這些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所以無論我們的教會 大家有什麼不同的意見都好 當我們大家要將上帝擺在第一圍的時候 大家面對面謙卑 一切的祈禱,一切的求饒書 我相信這些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就好像尼希米一樣 所以聖經教導我們 說要用愛心說成實話 是很重要的 其實做一個面面俱原的人 這邊不得罪,那邊不得罪 很多人都願意這樣做 但是其實做面面俱原 都是難的 因為真的有些需要為正義發聲的時候 仍然是需要發聲的 但是尼希米他用了一個方法 就是召集大會 將別人的錯處 就是大部分人的錯處 都這樣公開地說出來 其實是沒有些險的 大家一起不開心一起走的時候 怎麼辦呢 但是他是憑著愛心說成實話 這個事件就解決了 那我們應該怎樣對待弟兄呢 不要忘記 這個就是對待弟兄的方法 如果你的錢是用在別人的身上 不是用在自己弟兄的身上 那你浪費不浪費一些 用在一個不適合的人身上 那個就叫浪費 但是用在自己的家人 用在自己的弟兄身上 那些就叫做消費 浪費就是扔出去沒有回報的 或者不知道怎樣 總之是烏龍泥瘟疫去 然後沒有了就算了 那些就浪費了 而且你覺得是不值得的 但是用在自己的弟兄身上 將來我們是要住在同一座城裏面的 將來我們要一起敬拜上帝的 我們現在是一起為了同一個目標來做事情的 這個就不是叫浪費了 這個哪怕他不給我都好 這個是用在他身上 用在自己的家人身上 你有什麼理由領錢回家做家用 你會跟跟計較的呢 不會 所以你是要怎樣對待那個弟兄 將他當是外人 還是當自己人來看待呢 是一個很大的分別 我們看到當時尼希米 對他們的同民族的人 尤太人 其實他們都是關心 無論他貧窮的也好富有也好 尼希米都是關心他們 但是當他們看到那些富有的人 所做出來的行為是有問題的時候 他很想將這個問題糾正 於是尼希米就叫他們 不可以收利息 借錢不要收利息 只要收百分之一少少就好 但是還看到尼希米 他要他們做一件事 就是起誓 為什麼要他們起誓 有原因的 因為起誓之後 這就是大家的協議 起誓是一個很隆重 很嚴謹的一個表示 我便想請Asha長老 說說當時的情況是怎樣 在尼希米記五章十二十三節 說得很清楚 就是剛才范牧師所說的 尼希米需要他們一起起誓 但是最奇怪的事情 就是起誓之後 他還發出一個就座 其實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尼希米是不滿足於空談 我發誓很容易 但是落不落實是另一個問題 我們也說 如果你有律法不遵守 不如沒有律法 所以 你起碼是要確保那些人 是知道你起誓之後 不實現這個誓 其實所帶來的後果 是非常之嚴重 而且是令到那個情況更差 所以他就是希望大家發誓之後 然後就跟他們說 你如果不對現這個誓言的話 你會有某一種就座 所以這個就是給大家看見 就是我們做事情 尤其是我們對上帝和對人的時候 不要單單用口來說 我們確實是要對現我們的樂言 而法誓的慣例 是通常使人知道有一個律法 在裡面捆綁著的 所以尤其是在這裡 讓我們知道 我們要對現我們的樂言 我想這也是上帝的意思 不是只有把口說 好,多謝A.A.S.A.S.H. 都所謂解釋一下佛誓 在這個聖經一邊 在舊約我們就看到 可能比較多些 在不同的地方都有記載 我相信你們看學課 都已經可以看到 但是我們知道 無論你發什麼誓也好 你都需要用你的語言說出來 對不對? 因此我們看到 我們說的話是很有影響的 並且有一個是上帝所給的 其實是上帝所給的一個禮物 跟其他動物來說是很不同的 其他動物是沒有機會的 像你家裡的小狗 你每次聽到牠說 或者唱歌 什麼都好 都是那些聲音 在你面前這樣喊喊喊喊喊喊 你都不懂得分別 但是上帝給我們 能夠用這個語言說話去表達 就是人而人之間的表達 對我們上帝的表達 所以我們應該要很體重 雖然《十戒一》沒有禁止我們 說我們不能起誓 今天我們在社會裏面的時候 當你發現的時候 有些時候你都需要發誓 那些是非常嚴肅的 但是我們回到聖經的時候 來到生育的時代 耶穌也有勸勉 甚至勸勉就沒有發誓 好像在《馬提福音》第五章 第五章第三十七節 《馬提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七節 所以耶穌也不鼓勵當時這些人 隨便發誓 因為當時的社會裏面 當時他們生活的習慣 有很多人很輕易的 下巴輕輕的隨便發誓 發誓之後 他們又可以用很多取口的方法 避開誓言 以至他們脫離的責任 令他們自己得益 而其他人沒有得益 所以耶穌勸勉他們 最好不需要發誓 如果是的話便說是 不是便說不是 所以我們的言行就要一致 在《聖經》當中 亦有其他地方有類似的記載 好像在《使徒行轉》第五章 說到阿拉尼亞的經驗 當他見到他前面有人 即巴勒巴 將他的產業埋了 捐給教會的時候 便得到很多人的欣賞、清贈 他亦希望 都能夠得到這種榮耀 所以他又將自己的產業埋了 但是我們很清楚 他又沒有將全部帶出來 其實沒有人要求他需要 便埋所有在一起 但是問題是當他埋了之後 他拿來奉獻的時候 他便沒有誠實 他便將那些獻出來的 他已經說這些就是全部 所以因此的時候 他又盼望能夠得到那種尊榮 但是又沒有去實現自己 心中的原本的那個聖樂 以至遭受到後面那種悲劇 所以因此的時候 我們感謝《聖經》救助我們 真是耶穌親自教導我們 剛才所讀的那句說話 當我們每天遇到什麼事的時候 我們的心中 有聖靈在我們裏面 幫助我們的時候 這件事是怎樣的 我們就怎樣的陳述 或者說出來 人家聽到我們所說的也好 人家看到我們所做的也好 都是很正確的 以至我們所說的說話 我們不需要被人誤會 所以因此的時候 當我們下次再有這樣的情形的時候 讓我們都能夠記得 這個來欺負他們那種經驗 其實你說起勢和行動 哪方面重要一些呢 其實言行一致 兩項應該是相輔相成的 不要只是說其實要做 你所做的事和你所說的 能夠互相配合 這才是真的對的 我記得我有個師兄 即是教會裡面的前輩 他叫我們回教會的時候 要莊嚴 要尊重 要不要甲骨鎮 我們小時候 做小朋友當然是亂來的 但竟然看到他在禮堂那裡 一張椅子 可能日久失收 跌了一顆螺絲下來 有些生鏽的 有些木碎在那裡 我們看到他這麼骯髒的時候 他竟然撿了 就放在手掌心 就拿著 繼續聚會 聚會完了之後 拿出教堂外面 才扔 我們作為小的 看見了之後 他沒有說什麼 但是我們明白當中的教訓 那個就是他顯出那個尊敬裡面 顯出那個聚會是重要一些 他不要自己 就為了手掌心 擱脫 貪求方便 你們繼續聚會 他就拿出來扔了 洗完手掌回來 不是 堅忍地拿在手裡 生鏽螺絲 又有木碎 拿在手裡 若無其事地坐在那裡 繼續崇拜 這就是言行一致的榜樣 我們看到當時尼希米 亦做了很好的榜樣 他本身 已經是當時那群猶太人的領袖 我們知道做榜樣 剛才Kurtis長說 他們做小孩子 看到這些教會裏面的 年紀比較大些 叫哥哥 做出榜樣 他們心裏記到現在 是一家 同樣的 尼希米 他身為當時猶太人的領袖 他真是以身作則 他做的事 亦都相信影響到那群猶太人 所以他們能夠團結一致 亦都很佩服這位領袖 在這裏 我又想請阿牧牧師說一下 他做了些甚麼 我們看到尼希米的確 是留給我們非常好的榜樣 你嘗試想想 如果你在一個機構裏面服侍 你不得到薪水的話 你會怎樣 或者我們不用說久了 有一年你會覺得怎樣 但是在這裏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在尼希米記一下第五章 這裏記載 你跟他們說到14至19資料 你會看到 他做這個省將 12年 他都沒有拿下薪水 我們看看 有些外國總統 他們最多都是做兩期 一期是四年 兩期是八年 或者他們會象徵息 一年就拿下一元 一元的美金之類的東西 但是這個 你起碼做了12年 他既然沒有拿下薪水 不但而此 我們可以看到聖經的記載 他有很少幫助那些有需要的 甚至聖經的記載 在裏面說到 他要招待什麽 那些平民和官長 一百五十人 我們可以看到 這位審長 真的很難得 不知道我們哪裏 可以找到這麽好 但他願意 他看到他的財富 是上帝所給的 所以 他也不要人誤會 他的財富是有其他 因為其他因素而得到 他被人看到 在他的財富上 是怎樣的祝福 以至他不單是能夠 自己照顧到自己 並且可以多而 能夠幫助其他需要的人 所以我相信 我們起碼的經驗 今天很影響著 我們整個教會 我們看到 我們基督貨林安息人會 是全世界性的 我們看到有很多地方 有很多所謂的 他們是自養的機構 他們自己自養 來傳福音 他們沒有靠這個教會 他們是靠其他人 甚至是外面的人 未信的人 那種奉獻 一直來做傳導的工作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尼希米的榜樣 也能夠救助我們 我們相信 上帝和我們同在 他一定會有一個方法 幫助我們 就好像昔日創世紀記載 這個阿巴勒汗的經驗 當他聽到 他的實際被人 被這些人盧牢 之後 他帶領很多人 很多人來去拯救 拯救他的親人回來 當他拯救他的親人回來的時候 他也帶領很多 把這些敵人的場合 拿回來的時候 他又沒有佔任何東西 他不要因為 所多馬的王 到時說 你可以拿 他說我不要 我不要 他一分都不要 他免致了 說到我今天庫 又是因為你所多馬所給我的 所以 並且他就 給那些應得的 和他一起去幫忙 他們應得的就給他們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大言則 雖然的方式不一樣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他的言則 這兩位 他們很富有 但是他們沒有忘記那些需要的人 他們能夠 我相信聖靈的感動 不單是他們的心 他們的眼睛 都能夠看到 所以我也很感謝上帝 在教會裡面 我以前也會看到 有些大兄姊妹 在過年過節的時候 我記得我自己當堂主任的時候 有位姊妹 每逢過年的時候 甚至有時候 在平時的日子 他會拿些錢給我 然後他會叫我 拿些錢送給那些需要的人 我就問這位姊妹 我說 我應該跟她說 是誰給的 是否說你給的 千萬不要說 千萬不要說 你只是說是上帝給的 不是 教會給就好了 所以我們看到 這種影響 在教會裡面 今天仍然是存在的 是非常好的 剛才牧師所說的這番說話 正正就是聖經裡邊 有一個章節 就是講得很貼切的 在肥利比書的第二章 第三至到第五節 凡事不可結黨 不可貪圖虛逢的榮耀 只要全心謙卑 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 也要顧別人的事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在這裡我們看到 尼希米 他所做的 值得我們去學習 他所樹立的榜樣 我們應該去跟從 在這個聖經裡邊 有一段很熟悉的經文 大家都很熟悉的 尼加書六章八節 其實裡面所說的 就是要我們行公義 尼希米做到了 好憐憫 他也做到了 還有 存著謙卑的心 與上帝同行 很簡單 但這就是上帝 吩咐愛他的人 他的生活當中 應該表現的 在這裡 願我們所有的弟兄姊妹 從我們今天的學課裡 學習到一個 真正耶穌基督的精神 好 我們下一次 研究的題目 就是講到 宣讀上帝的話語 在結束之前 我們先來一個討告 慈愛的父神感謝你 你在今天的學課裡 再重新提醒我們 教導我們應該 怎樣去行事為人 教導我們 能夠真正明白 聖經的真意 讓我們都能夠 有基督的心為心 讓我們能夠 有基督的愛的精神 讓我們的生活 能夠見證 父神你的愛 多謝你 讓離希米的事跡 再提醒我們 讓我們能夠 能夠降伏在主你的面前 跟從主你的教導而生活 願將一切榮耀 歸於我們在天上的父 以上討告 中文字幕志愿